市场最全!所有狗狗见别帖都在这里了! 市场最全!所有狗狗见别帖都在这里了! 有的小伙伴说分不清哈士奇和阿拉斯加,有的小伙伴又说分不清秋田和柴犬,所以今年叔叔发不过比较常见的犬众辨别帖,现在基本都发完了,出个合集,小伙伴们还不赶快收藏起来! 萨摩耶犬 vs大白熊犬 2016年1月6日 知识 那个说萨摩耶像大白熊的,你站住! 大白熊在体型上大萨摩两圈,并且下垂的耳朵与萨摩有明显的区别 喜悦帖 vs 苏格兰牧羊犬 2015年12月30日 知识! 他是喜悦帖,别再认错成苏牧了! 苏格兰牧羊犬在体型上比喜悦帖大一个size,西楼帖就是Q版的苏牧! 德牧 vs 马犬! 2015年12月23日 知识! 知识! Mark! 教你3秒分辨可卡犬 vs 查理王小猎犬 可卡和查理王的主要区别在于头部,查理王的头更圆并且还有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 银湖 vs 博美! 银湖 vs 博美2015年12月2日 知识! 银湖长得像博美! 蓝星人你是不是傻啊? 博美和银湖的主要区别则在于博美拥有厚重的领圈,而银湖的是毛则比较顺滑,毛指还是有领显区别的 白豆 vs 八哥! 2015年11月18日 知识! 白豆 vs 八哥! 傻傻分不清楚! 八哥那张大黑脸应该和法斗很好区别吧! 金毛 vs 拉布拉多! 2015年11月11日 知识! 金毛 vs 拉布拉多! 傻傻分不清楚! 大家近乎最难分的金毛和拉拉,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身上的背毛,金毛那一身亮闪闪的毛发还是很容易和拉拉区分的,那些不容易区分的不排除同时具有这两种血统哦! 哦! 泰迪 vs 比雄 2015年11月4日 知识! 泰迪 vs 比雄 傻傻分不清楚! 泰迪如果排除人尾检尾造成的不同,确实和比雄较难区分,但泰迪的身形应该是正方形,而比雄的短腿则将他的身形构造成了长方形。 柴犬 vs 秋田犬 柴犬 vs 秋田犬 2015年9月23日 秋田犬,柴犬啥傻分不清楚! 学会这四招,一眼看出来! 柴犬 柴犬和秋田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体型了,秋田可是要比你们想象中的要大哦! 阿拉斯加 vs 哈士奇 2015年9月28日 知识! 怎样区别阿拉斯加和哈士奇? 其实真正的阿拉斯加和哈士奇很好分辨,阿拉斯加的大根和长毛是哈士奇没有的,如果这都分辨不出来排除是两者结合体的因素,那就主要看气质了,二哈的气质你懂的。 八级度犬 vs 比格犬 2015年12月9日 八级度是出了名的腿短,拖野的步伐和比格这种秀猎犬是不能比得哦! 文,八公叔叔 大家想要得到更多的精彩资讯,请进入到以下的天平线粉丝专页连接和按个赞哟! 天平线脸书粉丝团专页 大人 大人 Ran 古炉 大人 小雅 大人 地